海水的变化 海流的定义 海水大规模流动 方向固定称为海流 又称洋流 海流的成因 由于赤道与极区间的温度差异 及季风吹拂 使海水大规模流动 形成海流 台湾附近的海流分布 台湾的东岸有黑潮主流流金 黑潮由赤道向北流入台湾 潮水温暖 台湾的西岸有黑潮支流流金 此外夏季时有南海海流 由西南季风吹向东北流入海岸 潮水温暖 冬季时有中国沿岸流 由东北季风吹向南风流入海峡 潮水较冷 海流影响台湾气候 海流会影响台湾的气候 夏季黑潮及南海海流流金时 由于水温高 因此沿岸地区湿度大 温度高 冬季时水温较低的中国沿岸流 造成北部基隆台北的沿海地区温度较低 而水温稍高的黑潮支流流进高雄 屏东沿海一带 使得气温较高 一般比北部高 海流带领生物迁徙 海流也与生物迁徙有关 例如北太平洋金鱼 冬天时会随海流 由加拿大向南回游到美国加州过冬 而在台湾拥有乌金美誉的乌鱼 其习性围随水温20到22度C的海水回游 夏季时 台湾海峡的海流向北流水温较高 此时乌鱼群滞留在韩国附近的海域 到了冬季 台湾海峡由于东北季风吹送 中国沿岸流向南流到澎湖群岛附近 使台湾西南海域的水温降低 正适合乌鱼的习性 因此每年再冬至前后十天左右 大量乌鱼为台湾渔民带来可观的渔获 波浪的定义 水分子上下起伏将能量传递出去 因而造成海水波浪起伏 波浪的成因 波浪的成因是由风吹所引起的 波浪的特点 一、当波浪传到岸边 因为地形变浅形成浪花 碎浪对岸边有强力的侵蚀力 可形成海时地形 二、海啸是一种强大破坏力的海浪 发生于海底的强大地震 释放的能量引起海底整个水层起伏 船至岸边后 因地形变浅 使浪高达涂增到数十米 引起很大的灾害 三、搭船时会晕船 也是由于波浪造成的 潮汐定义 海水水位周期性升降的周期运动 称为潮汐 潮汐的成因 由于日月引力吸引海水 使海面每天有涨落现象 其中月球离地球较近 对海水牵引的力量远大于太阳 一、满潮 海水上升到水位最高的位置 称为满潮 二、干潮 海水下降到水位最低的位置 称为干潮 三、潮叉 满干潮间的水位叉 称为潮叉 四、涨潮 由低水位上升至高水位的期间 称为涨潮 五、退潮 由高水位下降到低水位的期间 称为退潮 潮汐周期 一、海面一天涨落两次 二、平均潮汐周期约12小时25分 三、受月绕地公转影响 每日满潮较前一天持50分 四、大潮 日月地乘一直线 硕和旺时 满干潮水位差最大 五、小潮 日月地乘垂直 上弦月和下弦月时 满干潮水位差最小 谢谢大家 碧 goes 努沙 砧争 排潮水位差最大 他们 不要